第七地狱吸血乌贼 能在千米的深海底下 穿着裙子跳舞的也只有他了 你们知道他是什么吗 他跳舞有一种非常神秘 且透露着恐怖的气息 他的名字叫做地狱吸血乌贼 其祖先在侏罗纪时期 为了躲避蛇颈龙目的烈士而移居深海 并且长出圆球包覆形结构 以对抗头部狭小的蛇颈龙 在白厄纪大灭绝后 所有大型水生爬唇位都灭绝 这让吸血乌贼一直存活到了现代 必于吸血乌贼堪称现实际的活化石 他和章鱼科一样都有八只触手 虽说名字有乌贼二字 但他既不是章鱼也不是乌贼 吸血乌贼是一种发光生物 身体上覆盖着发光器 使它们能随时让自己发光 发光器停止时 就能让自己躲藏在黑暗环境中完全不可见 必于吸血乌贼只生活在含氧量极低的深海中 难道他也和吸血僵尸一样不需要氧气吗 如此古老的物种 看起来就让人心生恐惧